美股上演逆转秀 英国脱欧协议也死里逃生 激励雅谷跳空大涨 英国首相梅伊展现毅力 美国科技股的反扑 将带领全球股市回神吗 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曾经透露昔日偶像竟然是Sony 两家的产品路线 似乎也出现多种巧合 苹果3月25号将举办发表会 会有哪些新品值得期待 电影恐怖片总是有固定粉丝 用来抚慰心灵 未来当5G来临 一旦结合其他创新搭配恐怖片 5G也会变得更加恐怖吗 你跟股票的关系 是在谈恋爱还是永远不分离 未来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5期金钱报今天将变成K歌坊 唱出你的心声 跟教你如何断舍离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的5期金钱报 欢迎收看5期金钱报 带来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曾焕文 首先欢迎四位来到现场的雨谈嘉宾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鬼才王家卫的电影 叫做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句台词 非常的经典 有非常深的含义 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剧中张子怡饰演关二小九 为了他的父亲坚持终身不嫁 因此守住他的道 也守住了关家 代表只要你有信念 终究会得到一个回想跟回报 现在英国首相梅伊 他念念不忘脱欧的事情 这一次非常不错 他透过他的毅力 跟他的信念跟决心 也得到了一个回想 欧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脱欧条件 所以代表只要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另外从昨天到今天 全球的科技股接棒的大涨 我们始终相信 科技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 唯一的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市场上 也给科技股新的一个回想 所以记得到我们回来讨论一下 全球的科技股带动的反弹 能够持续多久 说到美国科技股昨天的大涨 今天亚洲股市纷纷呈现一个跳空大涨 包括台北股市 还有日本股市跟香港股市 韩国股市 今天都留下一个跳空的缺口 非常的强势 那大陆股市 虽然今天的缺口有被封闭 因为留了上下一些 不过量的又重新来到 一兆人民币 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热 当然我们先从台北股市看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将近百点 这量恢复到一千一百亿 那三大法人恢复买超 只是外资买超金额并没有太大 只买超了三十一亿 不过台北股市算是有价有量 另外外资的买超有个特别意义 因为最近外资 大家看过去五个六个交易之后 外资是有五个交易之后 呈现卖超 今天重新恢复买超 会不会连续买超 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 我们再提醒台子期 从前几天开始 他的逆价差不断的收斂 可是今天包括台子期 磨台子跟电子期 既然已经出现了正价差 出现正价差 是不是代表短线过热 那金融期还是一个小幅逆价差 刚提到大幅股市 两市的成交量加起来 还是一兆以上的人民币 还是非常热 不过现行上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到底怎么做观察 大家一一做讨论 不过从今天台北股市来看 今天全职股非常非常的强 包括台积电大涨 另外大立光也大涨 当然跟这个三月二十五号 苹果的新品要发表会有关秀 所以相关的瓶盖股也非常的强 另外其他全职股 包括像是传产的台尼 金融股的富邦金 还有这个殖利率高的友达 都呈现大涨 会不会代表全职股呢 重新市场上又给他一个新的回响 有机会一一做表态 不过要先从昨天最新的新闻 从英国脱欧的消息 跟穆华哥来做一个讨论 昨天英镑为什么急升 因为英国首相梅伊 他争取到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 欧盟来自于承诺 就是说未来在爱尔兰边境的保障措施 可以得到一些保护 换句话说 英国脱欧是一定要脱 只是要硬脱还是软脱 所以现在看起来 梅伊应该得到一个胜利 因为这个协议基本上 对英国的主权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有保障 所以梅伊透过他的高度 透过他的毅力 还有他的视野跟决心 不断不断的跟这个欧盟做协商 就我们刚刚讲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报 现在欧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回响 对于梅伊来讲 对于英国股市来讲 是一个激励 不过再从全球的市场来看 刚刚说英国可能解救了 对不起 梅伊可能解救了英国 可是昨天科技股 可能解救了美国股市的颓势 讲到美国股市的科技股之前 大家应该记得 昨天盘前 道琼的电子盘是大跌的 因为一档股票 波音 波音因为最近有一个摔衣飞机的事件 当然这不是好事情 可是对于股价来讲 可能是一个好公司 遇到的倒霉事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还记得 2010年的时候 Toyota的股价 我们看一下 Toyota股价在2010年 曾经爆发所谓的油门踏板事件 车子容易爆充 所以让Toyota把全球的车子召回 让他的股价 好公司出现了倒霉事情 没想到在他事件过后 反而发生股价的历史相对的低档 换句话说 波音好像也有这个味道 因为波音对于全球的交通 航空贡献非常大 地位是No.1 Toyota在汽车业的地位也是No.1 所以好公司遇到倒霉事 有时候对股价来讲 反而是好事 那当然除了波音之外 昨天解救美国股市 包括科技股 苹果 亚马逊 微软 甚至NVIDIA Netflix 跟这个Google 公司 Alphabet 全部都大涨 所以请教穆华哥 从昨天 梅伊的这个脱欧的进展 不错 拿到好的协议 再加上现在科技股 重新扭转颓势 整理看起来 这波科技股带动反弹 应该可以做期待 您怎么看 对 因为3月29号 就是英国脱欧的期限 已经迫在眉睫了 所以呢 梅伊必须要跟欧盟达成协议 欧盟也有压力 要在3月29号之前 跟英国达成一定的协议 所以说呢 在这个关头上 梅伊跟欧盟主席龙克两个人 就达成了一个相对 这个对英国比较有利的协议 就是所谓的 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 这个欧盟承诺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当然就是 英国人既要面子 又要理直的这件事情 那至于说美国股市 昨天呢 苹果救了这个稻穷 那波音害了美股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等会儿在英国脱欧 这件事情讲完之后 再跟各位来详述 我先看一下 昨天梅伊到底拿到什么样的一个 相对比较有利的脱欧条件 之前为什么这个梅伊跟欧盟谈的协议 会被英国的下议院否决掉 最主要其实是呢 英国人很要面子 他们一直认为说 既然要脱欧 就要完整脱欧嘛 怎么可以半调子脱欧呢 因为卡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叫北爱尔兰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最新的欧盟协议里面 欧盟是做了某种退让 那当然看看3月12号 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 所以我下了一个标题 就是英国脱欧的起事是什么 面子重要还是理智重要 就是面子跟理智啊 对英国老来讲可能都重要 但问题是我们常讲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总要选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 就像那个离婚关系一样 大家说离婚不好 可是如果你离婚条件谈得好的话 大家可能会想要离婚 对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因为欧盟看到英国老这么坚持 到最后也没办法了 只好稍微退一步 让英国人进一步 所以说呢 这个坚持到底有时候 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果的 对 好那谈到这个面子重要还是理智重要呢 当然就讲到最新一个交易的美股 美国股市其实在昨天盘前大家很紧张 对 为什么呢 因为Dowjong是跌了200多点了 对 然后科技股的这个盘前是涨的 然后道琼是大跌的 可是科技股也没什么涨 你看到那个小纳查克指数 其实涨幅就百分之零点几而已 所以大家很担心 哇美国股市会不会出现了这个连六跌 因为上个礼拜 那个道琼工业指数是连五跌 大家可以看到Dowjong是出现了这个连跌的态势 那盘前又出现了200点的重跌 将近一%的跌幅 所以大家会担心美国股市会不会持续的破线下去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档股票就是什么 波因 因为波因是这个Dowjong里面 最重要的一档影响这个指数涨跌的全值股 因为道琼是这个价格加权 对它不是像台北股市是这个权重加权 没错它是价格加权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道琼30党成分股里面呢 哪一档股票的价格高 股价贵 它影响指数的点位就多 所以呢在美股里面 道琼30成分股里面 波因的股价高达400多块 所以它是第一高价股 对它是道琼里面的高价股 对那高盛当然也非常高价了 所以它也是影响道琼很重要一档股票 好那波因遇到坏事情了 5个月内 居然他们最重要的飞机啊 这个737的MAX机型的8系列 居然出现了连续两次的摔飞机 一次呢是这个印尼的施航 在5个月前摔了一架飞机 那最新的呢就是3月11号 伊索皮亚航空的一架飞机啊 也是737 MAX 8 也摔飞机 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两件空难啊都有一个共通性 两架飞机都是交付不久的新机哦 都是新机 而且呢都是在起飞不久就掉下去哦 而且呢这个驾驶员呢都传回讯息是他们出现了操控困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民航局马上宣布 这个大陆的所有航空公司 所有的这个737 MAX 8全部停飞 那这样子的消息一传出来 就造成了波音在欧洲在德国挂牌啊 当时股价就跌了8% 那当然就影响到美股盘前 波音的股价出现了大跌 那我记得他最 这个 我在下午的五六点的时候看他已经跌到了 昨天下午六点的时候他已经跌到10%以上了 10%以上 好那这个737 MAX 8连续两摔 那波音真的是没了面子了 但是事实上波音就像大家可以所讲的 不单是美股最重要的支柱 他其实也是一家好公司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靠他 对啊你全世界能买飞机的 真的大型客机的就两家嘛 不是空八就波音了 你还有第三家吗 当然有一些 有啦网友开讨论 中国大陆的C919好像有点机会 那我可能还要再努力 再努力一下 不是说一定没有机会 但现在主流的还是这两家 那你可以看到 以这个737 MAX来讲 他现在波音总共的在手订单 已经超过5000架了 超过5000架 另外呢 这个波音非常 popular的系列 777 777这个广体客机 他现在目前的在手订单 也超过2000架 那另外他最新的787 我们一般讲是梦幻客机 他现在目前在手订单也超过1000架 所以说这么多的订单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波音 从2007年来的 这个接订单的一个柱状图 去年他总共接了 将近900架订单 893架 比2017年少一点点 但是呢 2017年跟2018年 比2016年跟2015年 是大幅增长的情况 所以等于说 波音这两三年来 这个订单接得相当不错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波音在 在他的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策略之下 因为他现在目前全世界有50个大的供应商 然后呢 他们就这个把飞机啊 在各地完成PASS之后呢 运到美国去组装起来 在组装 你知道那个组装的 运PASS的飞机是谁做的吗 谁做的 长龙航太 波音把他的这个大的 这个 我记得应该是747吧 把他送到长龙航太 就在桃园的 去做改装 把改装成超级巨无霸的一个 这个运货机 然后呢 他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把这个波音的这个机身也好 机翼也好 引擎也好 全部呢 这些PASS呢 载回美国下图呢 全部组装起来 全部组装起来 所以这样大幅的降低成本 这个长龙航太是长龙航空的子公司 没有错 所以也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听出来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台湾在航太业 的确是有蛮有能力的 还可以做这个 客机的 这个货机的大改装 所以说波音代表什么 波音代表川普的 标准的美国制造 是 所以这个是 美国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也是这个 等于说是 川普非常重要的 这个心头肉就对了 算是川普概念股 对啊 结果一跌跌8% 那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大了呢 大开你知道吗 未来航空市场有多大 我们讲全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像台股的 这个航太概念股 没错 或是说相关的 国际的航太概念股 对 之前 文胜哥在节目中就讲 今年的这个选举年 说明政府政策做得多 可能会在航太 刚好大家都可以做留意 航太市场 我跟讲光刻机的部分 未来20年 总共要交付 总共的大概需求量 是4万3千架 4万3千架 波音一年才能交付不到1千架 空巴也交付不了1千架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好公司遇到倒霉事 但是我不希望坠机 不过就股价来讲 确实遇到倒霉事 对啊 那讲到就是说 这个航空股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航太未来全世界的需求之外 最后我们补充两党美股 因为我们 不见得一定要只看台股 可以看一下这个国际股市 那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最近在注意这家公司 叫钱尼尔能源 钱尼尔能源 他是 他是天然气公司 天然气的 他在美股的代号是 LNG 就是天然气 波音的代号是BA 你可以看到他的股价最近 很明显的开始要往上 为什么你知道吗 美中贸易战是不是3月底 4月都有可能达成协议 没错 据说中国大陆 要扩大采购 扩大天然气采购 光是钱尼尔就200亿美金的订单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另外美中贸易战一旦和缓 对什么样类股最有利 我认为对美国汽车类股很有利 因为中国大陆势必大幅的开放 美国汽车股 这个汽车公司 在中国大陆投资也好 关税 毒资这些 因为美国现在汽车公司 在中国大陆核资 对 那将来是不是毒资 比如说像通用 你可以注意一下 通用最近的股价也很明显 他其实均线长期是往上 短线回档之后呢 不破均线 有没有机会在网上 创41块半的新高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他的技术走势 下面的KD MACD都在缩缴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些所谓的 美中贸易战的受惠股 在美股上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非常谢谢莫华哥 从波音昨天的股价 开一走高呢 帮大家提醒 台湾的航太股很有机会 有机会呢 我们再帮大家做一些 专题做一些比较细的分享 不过昨天美国股市能够大涨 最大工程呢 其实来自于苹果 我们看苹果的K线 苹果的K线呢 基本上昨天呢 好久不见 既然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而且是连续两天的红棒 而且呢也是带一个跳空的红棒 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我们知道3月25号呢 是苹果的心机发表会 很多人把贾博斯当成是他的偶像 但是你知道贾博斯的偶像是谁吗 今天就帮大家揭秘 贾博斯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我的苹果呢 并不是要做下一个IBA 也不是要做下一个微软 其实呢 我想做的是下一个Sony 原来贾博斯的偶像是Sony 大家看一下之前这个苹果推出 不管是第一代的这个电脑啊 或者说这个PowerBook等等 其实哦 他都有在向这个Sony做致敬哦 比如说之前哦 这个1999年的时候呢 贾博斯在他的发表会上面呢 还像这个刚刚去世的这个 Sony的创办人 这个盛田超夫做致敬 你就知道其实哦 贾博斯非常 这个把Sony 放在他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当做一个标杆 我们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哦 过去的产品其实还蛮雷同哦 甚至可以说 苹果的新品哦 都跟Sony来讲 灵感来自于相同哦 大家知道最早呢 这个Sony的Walkman 非常非常的红哦 后来呢 Apple呢 他第一次打响的这个3C产品 就是iPad 听这个音乐 马上就把Walkman打垮了 那另外呢 在1997年的时候呢 Sony推出一款 比较新的这个笔电 后来201年 Apple就推出了 第一个iPad iPad呢 对不起这是iPad iPad呢 这边拼出了 iPad呢 就取代了这个笔电 让笔电呢 曾经消 消沉一阵子 到后来呢 我们知道Sony有很多的游戏 所以呢 苹果的这个iPhone出来之后 上面也可以玩非常多游戏 到最近 因为我们知道3月25号呢 苹果的新品发表 有哪些新品 待会阿世跟我们讲 可是重点呢 他们有提到 未来他们呢 可能要有串流平台 甚至原创的影片 还有一些这个新闻的订阅 走向软体的媒体服务 我们知道 Sony除了硬体材 Sony影业 在全世界的影响性也非常大 你看看 是不是其实 苹果的来源好像都来自于Sony 所以请教一下阿世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贾伯斯的偶像 其实是Sony 所以现在看起来 好像 好像呢 这个他们吹出来的产品 越来越雷同 你怎么看 Kevin你可能不知道 在过两个月之后 Sony就会 这个经营迈入第74个年头 第74个年头 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之后 他73个年头 就会画下一个中指符 那贾伯斯的愿望当然希望苹果也能够来一次73年头的一个大的一个格局嘛 所以他也跟这个日本的金银之神啊 这个啊 这个道田招夫啊 盛田招夫啊 来做一个致议 那其实以目前来说的话 包括全球股市啊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的一个拉升 虽然说刚刚莫哈哥讲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波音收敛的一个跌势 但是主轴在哪里 主轴在科技股 而且苹果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春季的一个发展大会即将要来临了 3月25号会来 下下礼拜一 是的 而且现阶段了 大家期待多年的包括AirPods AirPower 这个串流媒体的一个电视服务 还有这个Apple的一个News等等 到时候都会来做一个 当然现阶段是推测了 但是到时候都会来做一个聚焦的一个发表 那其实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的一个拉升 其实重点是美龄把苹果的一个股价上修30块美金 好久没有人调高苹果的评论 是的 因为苹果从233块这样修正下来144块 其实很多的一个外资之前好的时候都追高 那坏的时候又把它做一个加重的一个跌势 是 现阶段美龄是原先180块的一个目标价美金 调升到210块的一个美金 而我们现阶段预估苹果将在4月份宣布库长股 也就是股票回购的一个动作会超过500亿美金 所以说如果苹果能够在股价昨天的一个拉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湾股市的一个强势 可能也有一点联动的一个意味 对我们看一下苹果好了 苹果的一个股价大概修正的一个半月 他现在我们这边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你看他昨天是跳空往上拉抬 而且量能也没有报的很多 那以盘后来说的话苹果的一个股价还在涨 所以说苹果如果能够当任一个科技类股的一个火车头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这个有希望把这个盘是再往上带的 科技股有机会 当然有机会 而且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春季发表会会focus在哪里 首先这虽然苹果的光环 虽然慢慢的一个逐步的一个退下去 但是依旧是时尚的一个领航者 AirPods方面在郭明奇他认为 这个18年的出货量是1400万套到1600万套 今年2019年会成长到2600万套到2800万套 年成长九成 明年的话会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到7000万套到8000万套 也就是将近高达200%的一个成长 阿瑟真的你现在做捷运喔 带AirPods越来越多 以前都只会有像这种老王这种年轻人会带AirPods 你现在看捷运喔 很多的比较年长的人喔 只要他用的是iPhone 他们也开始带AirPods 所以说已经普及化了嘛 已经普及化 再来的话就是苹果未来要主攻的一个Apple的一个news 也就是杂志订阅 那包括有200种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杂志 会来在整个苹果手机的一个读者的一个生活当中 来让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里面来阅读 当然这是春季发表会喔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细部来做一个拆解 就是说啊 新iPhone未来的一个新功能的一个趋势 这个才是一个商机佐赛 我帮各位整理出来 第一个 苹果他申请的一个新专利啊 他有一个光通讯的一个技术 就是利用啊 这个新的一个resale的一个模组件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方式啊 他直接刊入在细精载版上 也就是说苹果未来所诟病的是 为什么我花四五万块的一个钱啊 去买一个后面镜头会突突突的 奇怪啦 难道这边没有办法改善吗 哎 今年度的一个3月25号之后 可能啊就能够做这方面的一个大举的一个改善 再来的话就是侧边触觉引擎 也就是说他一样啊 你苹果手机那么大对不对 但是你侧边的一个触觉 你不用去转到正面去画 你一样用这边你一样看 他一样可以直接来操控 手机的侧边就有触控的功能 我觉得国内的一个宏达电蛮可惜 当说轰达电再好的时候他一样有开发出这个功能 但是后面就直接的就垮下来 他就行销做不好啊 太可惜了 没办法吧 技术其实还不错 对啊 然后再来第三种就加入水下的一个模式的一个萤幕防水功能 也就是说你在大雨中也可以继续使用iPhone 或者是你在那个游泳潜水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触控的一个输入 第四个是雾面的一个玻璃啊 他可以减少指纹跟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刮伤的一个什么一个疑虑 再来的话就是这一个螢幕上方的一个刘海的一个尺寸 这个艾麦斯啊这个AMS啊 他推出了一个新的感测元件技术 可以减少这个刘海甚至于说完全的一个消失 这也是苹果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看看这一次3月25号可不可以全部把它解决 就把背后的那个镜头变屏 把前面的刘海拿掉 对这个太棒了 那就有美感 再来的话就是双向的一个无线充电 同样的你在外的朋友的一个iPhone没电的 你一样可以back to back的一个什么 背靠背的帮对方充电 三星已经先做到了 已经先做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基本上 三星S10 对但是他应该要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 再来的话OLED的一个机款都会搭载三镜头 大力光为什么能够长到这样 去年的三镜头的渗透率才1% 今年放大到14% 去年才1500万支的手机用三镜头 今年放大到2亿支以上 所以说渗透率已经 你不用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有竞争力了 还有什么 还有飞时测距 这个今天会重点加强 什么叫TOF TOF这个东西 包括脸部辨识 还有做一个AR的一个功能 这个东西也会做一个加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CG好了 如果从整个的一个 那些股票有机会 对从整个的一个苹果 他的一个预估3月25号做的一些 新的功能的一个部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档个股可能 在3376的一个新日新身上 轴承 AirPods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很多了 包括他的一个IC设计等等 包括这个轴承方面新日新 今天股价也表现非常好 那主要的一个东西是因为 我刚刚跟Kevin讲的 他的一个充电盒啊 15分钟可以用所谓的5个小时 所以这个AirPods是第二代 第二代 老王我们两个那一代没有办法 充15分钟用这么久 要不要换一个 我最近打游戏又发现 他电力的续航力真的要加强一点 所以我们很期待 你要换第二代 我觉得应该可以换 我的旧的卖你 我旧的才卖你 我也有没有介绍 其实这个技术还比石墨烯差一点 石墨烯这个技术其实是中国人找出来的 而且那个年轻人才20几岁 这后面再跟各位讲 所以说新日新这个AirPods 这个充电盒的一个轴承 他今年的一个预估可望可以赚到7.57元 这法人预估 但是呢这个明年度 他的一个什么 他今年 他去年的营收是5.4亿 今年营收可望放大到17.7亿 所以说今年的EPS估将近8块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376的一个新日新 之前的一个高点是113.5 今天股价已经供到了111 短线上这个量能都还是很稳定的一个放大 看看后续是不是法人做一个追价 第二个个股是2367的一个要法 他是做这个TWS 也就是我说的真无线蓝牙耳机的软硬板 包括车用的一个雷达版的一个订单 他都优于预期 而且他公司也在扩产 扩产了一个20%到25% 那他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方面的营收比重 渴望从去年35%上升到今年的45% 预估今年的EPS2367的要好 为什么都股价能够高档持续在走高 因为他预估可以赚大概接近2块钱 他都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所以说这一些个股为什么会动 其实都被法人认养走了 就是产业面很明确 产业选股 再来的话就是6271的一个同心店 这个从MWC站就特别留意了 目前可能这一档个股 在做一些股权的一个确认 这已经可能是一个公司派后面有大气图 那包括这个CIS他主要的成长动能 是作为多镜头的一个渗透率提升 从28%提升到43% 而且这一档个股 CIS的一个什么 一个感测元件的一个比重 目前占公司营收已经高达了36% 今年度2019年的EPS预估可以赚接近7块钱 那短线上因为他已经接近了一个 三到四个月的一个横盘整理 像这种东西就代表公司派 可能他的一个什么 在分配筹码 一旦分配筹码确定好之后 可能后面今天已经开始亮线架行 后面如果说能够拉上去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波段的走势了吧 好 非常谢谢阿什 从这个3月25号 苹果的新品发表之前呢 想先帮大家整理哪些股票 有机会受到这个青睐 不过呢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 先问大家 大家都很喜欢看电影 对不对 有人喜欢看爱情片 有人喜欢看战争片 老汪你比较喜欢看什么片 爱情动作片 爱情浪漫片 有时候要加点动作啦 就是要打斗啊 去拯救自己的女朋友啊 难免要这样 阿什你喜欢看什么片 战争片 为什么喜欢看战争片 因为战争片 战争片比较沉重一点 比较沉重 沉重喔 那就喜欢看教父 所以你喜欢看要思考的电影 对 对对对 赵立哥你咧 哇 恐怖片我也有时候会喜欢看啊 是喔 都没有人喜欢看许剧片 我觉得许剧片还不错 其实讲到许剧片 大家觉得许剧片抒压对不对 错 应该说也对 它可以抒压 但是其实 真正恐怖片也可以抒压 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们乱写 这是心理学家跟医生 他们研究出来 很多人喜欢看恐怖片 第一个 因为呢 看恐怖片的时候 你会非常投入那情境里面 你会忘记明天要月考 明天要考试喔 明天要报告 你会忘记所以 暂时呢可以疏解你的压力 这是恐怖片带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呢 很多男生喜欢带女生看恐怖片 因为呢 男生呢比较理性 他不会被吓到 所以女生就觉得他很man 那女生呢 在惊吓过程当中 男生觉得你好可爱 所以呢感情就变得更好 第三个呢 大家知道 看恐怖片的人 因为他脑内啊 多巴胺比较少 什么叫多巴胺 如果你常常运动 你就知道每次你去跑完步 精疲力尽之后呢 你哦 之后有一个愉快感 就是你的大脑呢 分布了 分泌的所谓的多巴胺 所以呢 喜欢看恐怖片呢 就是因为你多巴胺太少 所以看这片呢 你会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是 脑内分泌的所谓的多巴胺 另外呢 有人觉得 恐惧这个体验啊 会让你大脑 感觉到 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呢 所以让你提早 对安全有一些防备 所以呢 恐怖片哦 永远都会有一些 死中的这个 隐迷哦 不过呢 讲到恐怖片 最经典最经典 大家知道哪一部吗 其实就是恰吉 恰吉 我相信哦 这个小朋友大人都看过哦 恰吉 已经拍到第几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已经拍了七集的恰吉哦 但是大家知道吗 以前的恰吉哦 都是恶灵附身 就是呢 他被恶魔附身了 所以他变成坏人 会杀人啊 等等 但是你知道最新的恰吉 多可怕 现在有5G哦 怎么说 新的恰吉呢 透过5G哦 AI连线哦 可以 就是所有人 只要骇客入侵呢 就可以控制这个恰吉 所以呢 这个造立哥 以前的恰吉 已经很可怕 现在都有5G 是不是更可怕 对啊 当然一定更可怕 而且你看 他还有高辨識率 还有 先进传感器 还有云端 语音辨识 没有 恰吉都变这样 真的很可怕 是啊 其实我会觉得是这样 当改变发生的时候 最安全的方法 你就是要接受改变 你不要抗拒他 所以当恰吉这么厉害的时候 当然 你也只好接受他这么厉害 因为他以后更厉害 因为这一部分来讲 当然他需要5G 比如说AI等等 因为在5G的一个 这一些的传输过程当中 我觉得像自动车 AI等等这一些 就会在未来真的改变 不是只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其实他会改变非常多的一个产业 所以这一部分就我刚刚讲的 你要 你就是当改变来临的时候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接受他 接受他 对并且跟着他去成长 而不是去抗拒他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在未来的 你比如说像热天创办人 他也说5G是破坏式的创新 对你看这个多厉害 破坏式的创新就是说 比如说 当然啦 因为5G的 他的一个传输速度 当然他比4G快蛮多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会改变整个世界的一个运转 比如说物联网等等 这么多的创新 就带动了非常多的一个产值 那应用在哪 刚刚那个5G恰吉 他好像是六月份要上映 如果票房很好的话 我相信以后日本那个增值 以后5G版 对没错 我觉得以后的这种鬼怪的动物 大概都是5G 那5G的部分 其实我刚刚提到的 他也不是只有比速度 那台厂到底有没有切入的机会 我想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因为就是说 哪一些有机会 哪些有机会来 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所谓的一个 专网应用的一个市场 提供客制化的一个 这个比较虚拟 那比如说电信云端的 资料中心的部分 有些厂商就有在做这一些 你比如说像一些微软 这一些 它就有伺服器的部分 那另外小基地台 小基地台 那另外还有重要的 比如说像 AI的资安的晶片 或者是感测模组 AI边缘运算的软体等等 其实你像感测模组 这一些 恰吉就是被置入 AI资安晶片 资安晶片 就是说台湾也有这些 被控制了 然后你也要有一些感测模组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 你看一下 就是说挡不出的趋势 那你看一下5G未来 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到底有多大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蓝色是4G 对蓝色是4G 那这个灰色的是5G 去年的时候 大概占全球基地台的规模 1.4 今年5% 明年9.3 14.8 到21.5% 其实你看到 到2020 它是这样的一个成长 跳躍式成长 预估大概到2025年 大概整个会见识完成 所以股票在会涨的时候 都是什么时候 都是刚启动的时候 好 那围影的部分 你看其实股价最近 你看这种线型都是多头 甚至于你看 能力四大盘 甚至于联巴科 你看最近 这个也跟5G晶片有关的 当然未来会不会成功 不知道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题材之下 大家还是寄予它厚望 所以股价 它也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的你像 6271的一个同心店的部分 我们先来讲基本面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现行 其实 因为国际旗下的凯美 取得了它8.05%的股权 它的股价 就是说它入股的一个价格 是108块 那为什么要取得 那最主要是因为 它要进军5G 就国际集团 其实它要进军5G 跟车载跟物联网的一个部分 因为未来这一块 在未来的一个5G 它的一个商机 这么大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国际集团 它需要有一个 未来的一个战略的一个 策略的一个公司 那当然它选择了 所谓的一个6271的一个 同心店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它的一个价值是高的 那同心店 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5G 继续建制或者是光通信 因为最近光通信 也涨难多的 那其实我觉得 有些光通信的股价 它的获利相对是比较不好 有些 那它是相对而言 通信电是真的有EPS 对 那它有高频无线的一个 通讯RF的一个模组 所以 比如说5G的基地台的 未来的建制 或者是光通讯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一个升级 我想对它都有帮助 另外还有什么 医疗应用的部分 今年的营收大概会 超过20% 去年大概只有10%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是一个5G的概念 它是一个车用 跟升级的三大引擎的一个加持 那另外一个 在3月15号要券商把说 今年会懂钱改选 等一下我们讲筹码的部分 那你看它EPS的部分 去年第一季毛利率22.2 21.6 那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是到了30.8% 大概最近这四年的新高 去年第三季单季的获利是2.18 是季增80%的一个水准 好那我们看现行 其实现行的部分 我等一下讲一下 今天的收盘价刚好108 就是凯美 凯美入股的价格 凯美入股的价格 那其实它是凯美入主之后 是第二大股东 大概8.4%的一个股权 那我跟大家讲 今年要董监改选 今年它要董监改选 那你想凯美基本上 当然它会想要去控制 所谓的同心电 这是必然的 因为国际集团利用凯美入股 它之后 当然想要控制它的一个股权 那控制完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股价还是在这边整理 因为它要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预测的 那它当然要吃货 就是要让它 因为今年要董监改选 那它要所谓的一个 吃更多的一个筹码 在今年的董监 因为以去年来讲 是6月45号股东会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当然就先压着不动 因为 所以它的股性比较温 对就是让它压着 其实我觉得就是压着 压着不动 那现在呢 因为你越来越接近之后 我相信股价来讲 在未来应该会有强攻的一个机会 未来来讲 我觉得股价 应该慢慢会开始出现 比较急功的一个态势 好 非常谢谢赵力 带来这个恰吉5G版的相关受惠股 不过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回来讨论一下 最近外资开始大换股 我相信每一个投资人呢 都跟股票有分手的经验 有可能是因为涨幅满足 把股票卖掉 也可能是停损出场 所以到底如何跟股票分手呢 这个难题呢 我们交给老王 近段广告 马上回来 在股票市场 我相信每一个投资朋友 不管是跟股票 还是跟情人 你有分手 跟被分手的经验 今天呢 我特别跟我们现场四个来宾 要感受一下股民 这个到底如何跟股票分手 我们呢 去了金钱豹K歌坊 唱了一首歌 是张宏亮呢 当初非常有名的歌 叫分手的那一页 那里面的歌词 其实大家仔细看 老王 刚唱的感觉 你不觉得这首歌的歌词 基本上呢 其实就写给 这个跟股票分手的人听吗 对 你刚唱的感觉怎么样 有感觉吗 有 蛮不错的 我是 有散户的感觉 对 散户就是这种 跟股票到底要不要分手 然后分手又会在他很痛苦的那一天分手 是 阿神你刚觉得怎么样 有感受到这个股民跟股票分手的味道吗 感觉好像分手之后就永远不碰股票了 是 是 赵立哥也是吗 有一种 还是你不习惯那个没有 没有酒喝 有饮料喝 有啦 有悲伤的感觉 有悲伤的感觉 然后你看这歌词 对 就算我苦苦地恳求 投也不回 其实股票有时候 就是这样 你不停损的话 他就一路跌 对 这有时候做的也是一样 你分手完之后 他也是就一路往上 通常就是你卖在最低点 然后你如果卖在最低点的人 那个晚上很难睡 睡了一下又醒了一下 对对对 一直很想看 然后他明天我一直期待 明天那股票跌停你知道 所以好像就涨停的吐血 我觉得这心境写得很好 只是说这首歌 这在太冷了 你知道吗 不是你那个年代 观众你现在问网友 搞不好也不是那个年代 你都选分手快乐 或广岛之恋 张文亮广岛之恋就比较多人听到了 不过今天这个取得不错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怎么分手 因为今天股票很多都大涨 有一些要分手 有一些不用分手 有一些是弱势股的反弹 其实是来到 他刚好给你一个机会绕跑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常说 阿哥最常讲的 看到长虹的时候 反而你要小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是 不是要教大家唱歌 我以为是要教大家唱歌技巧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我网友我昨天问你的头发是真的来假的 这真的啊对不对 看见很像假髮 对还有人说我秃头 我怎么可能秃头 我们叫法线高 我们拉 试一下这是真法 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真耶 对对对对 这是真法 不要再讨论老王的头发 我们是常常变换造型 对对对 要大家记得 好那我告诉你 我们讲要分手 可是我今天不要谈分手 这种事 因为今天大长谈分手 有点尴尬 股票等下会介绍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有一个男人告诉你这四句话 各位电视上前面的妈妈 妈妈已经来不及了 前面的少女们 千万不要放手 不要放手 赶快嫁给她 哪四句话 这我个人的心得 真的是我心得 我讲了那么多话 只有四句话最能够打动我老婆的心 这四句话就是你当初求婚的誓言 对对对 四句话就是试说一定要做好事情 然后比如说我去接你 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 温馨接受的原因 过去八天台北 天天下雨有一天 大家可以早上打电话来跟我Re搞的时候 他说老婆你怎么都不接电话 我说我载老婆去上班啊 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下雨天来去接 再来就是我去洗碗 你不要说你去煮菜啊 现在人都吃外食了怎么在煮菜 你去洗碗 老婆也很喜欢煮菜 反正是你去洗碗这件事情 洗碗比较痛苦 很痛苦他们不想洗 再来一件事情 女生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 扫厕所 我告诉你我家的马桶 我是扫到这样这样 少要你可以亲吻他 对 那么干净你知道吗 真的 我没有 所以你尿尿都坐着尿是不是 坐着尿 你不是坐着尿 绝对不能滴那个一滴在外面 我会拿到卫生纸盖狂擦 所以你就坐着尿嘛 坐尿 没有坐着尿就是要很小心 对 要尿准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我去晾衣服 真的还假的啦 因为女生洗衣服太简单啊 就把那个洗衣服 所以我去晒衣服 那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四件事都是我最近常做的 尤其是这件事情 晒衣服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嘛 三月小雨 洗哩哩哩哩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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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不停 會下八天 八天 各位观众 我们是说八天周会怎样 换股栽叩这样 燕阳天要来了 燕阳三月天 大家这个图应该记得 上礼拜今天刚好第八天啊 台北股師兄大涨啊 这冥冥之中 好人有好抱啊 真的下八天 你知道为什么台北股 可是过两天是不是又要下雨啊 对 过两天又下雨啊 那就比较尴尬一点 所以你要把握這營養 我們今天教你有些股票你要先分手 為什麼要先分手呢 我今天馬上去做一件事情 看到我上次跟他講 我最擔心下了那麼多天就內褲沒洗 這你家 對 然後這我的內褲 這我家陽台 這你家陽台 我早上6點就起來搶了 我去的時候我還不是第一個 一定有人在亮好 有鄰居也會搶 因為早上6點我騙你 然後這裡有個 老王的內褲啊 對 我的內褲 對 我的襪子 我馬上衝出來洗 都暗色系的 對 暗色系 因為我這個 看起來比較不容易髒 所以我就來尿聲 所以告訴大家 上次我們說過了 台北股市3月下點小雨 回到這個月均線呢 就會開始反彈 今天反彈上來了 對 你要開始做動作了 那股票我們要跟大家 用舉例的 舉例 比如說 這一檔股票就是我們講到 前面在下小雨的例子 我們上禮拜二跟大家講 你要回到這個甜蜜點來 然後 今天3月燕陽 燕陽天 剛好漲停板了 剛好這 這片方板已經講到爛了 對 這是過去發展的事情 我們不講了 等下講期了 我是舉例 甜蜜點在這裡 你有沒有掌握到 看57就可以掌握到 那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你要避開這一段 你要避開這個下小雨 你要去找這一個 準備出燕陽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 已經告訴大家 哪些要避開的 正在下小雨的 正在下雨 暫時短線不要碰 不是說它未來不會漲 而是你要先避開 比如說 這個立山 你可以看到 過去外資跟投信 下面是外資 下面是投信 都暢反爆 都暢反掉連翻 所以股價就是一下上 一下上 一下下 一下上 那你可以發現最近 同步的起來了 同步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方向 可以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短線好像是往下跑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外資投信 都同步站在調節的那一邊 就代表沒有人可以救你了 你知道嗎 那就要往下看一下 我們就看一下短線的怎麼看 我們從外面看完之後看短線 短線這裡有個空方缺口 90.1到88.6 這個跑無疑問 如果這個缺口沒有封閉 你短線就做弱勢震盪 那它為什麼好像跌不太下去 跌到這裡就卡住了 因為前面的低點 支撐在這個地方82.5 所以卡住 那萬一不小心跌破之後 你要小心哦 這個雨可能會下到 前面的這個大量的低點支撐 會去找這個低點支撐 77.2 對77.2 那就越來越遠了哦 你看這邊還有87.2 你看你要看你受不受得了 那這邊交代一個小技術 就我們過去交很多次了 前面高點呢 如果跌下來 這個不就是像剛才那個 明基材這種甜蜜點嗎 那再上去的時候 我們說高點要過這個前高 93.1一定要怎樣 長紅突破 撬空嗎 一定要站穩 結果你看 他一天碰到之後就一根黑可以收下來 假突破 對對對 大家可以也懂了嗎 我們在電視觀眾朋友講 我們教很多次就標準假突破 會是分析師啦 對 沒有 大家都忘了 大家都忘了 我們要教大家嘛 讓大家多學幾次 這種假疊破你就趕快閃 因為他就會跌下來哦 所以這檔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下點小雨囉 小心 好那另外一檔呢 叫做核大 也是要下雨的 對也是要下雨的 那今天花旗出了目標價哦 出了一個新的報告 把它砍到八幾塊哦 這是很夭壽的價格哦 我們起來一百多塊這樣看哦 對網友可能很心痛啦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上面是外資 這個是頭信 你可以發現最近幾乎啦 都連續在做賣超 都有說 代表那誰在買呢 哎呀 籌碼 有人賣 總是有人買嘛 上面這個是百張散戶一下散戶 一路在創新高 鄰居又進來了 鄰居又進來了 鄰居又開始 最近覺得核大很好 對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看到鄰居買核大 趕快不要跟他一起買哦 而且發現 跌下我們看一下短線的圖哦 跌下來就難道就破底了嗎 哎呦 花旗出報告耶 今天照理說利空應該要摔死了對不對 結果還卡在 這裡今天沒有破跌 碰一下下而已 為什麼 因為連續好幾個低點 形成一個支撐叫114 所以如果你還持有的 套勞的哦 暫時還可以先抱著哦 還可以撐一下 你等什麼時候趕快跑 就是一跌破這個114的時候 你就下下來了哦 那我提醒空軍弟兄 就你要空這檔股票 你要小心 因為他有一個慣性哦 就是說 他每次哦 他要來到這個低點的時候 他會突然爆一根大量紅K 拉上去你知道嗎 嗯 拉上去之後就趕你 然後卡通可能蓋了一天之後 又馬上跌下來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一條這個 叫所謂的年線的壓力 你可以發現 他連續每次 因為連續是下彎的 半年線 半年線 半年線的壓力 你看他每次突破 又跌回來 沒幾天啊 我們常說 負不過三代 陰盛陽衰呢 撐不過一分鐘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陰盛陽衰撐不到一分鐘 有接續哦 對對對 意思就是說 如果年線 半年線壓力這麼重 他點多突破一天 隔天就跌破 沒有站不上幾天跌破 這裡也是一樣 所以未來 如果你套牢的 你就這個低點不破 你就持有 然後看什麼時候 能夠碰到這個半年線 來做一個出托 我相信 對你來說 就會比較 有一個好的賣點 如果一跌破 這個意義是就不用講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剛剛 麗山啊 河大是屬於 要小心的 要小心的 在下雨的 在下雨的 那有沒有下完雨 要出彥陽的 彥陽也有 就跟上禮拜 我們今天大家介紹的一樣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元泰 是 元泰的話 這個很明顯 大戶是站在什麼 外資在買超 那簽帳大戶 簽帳大戶也在買超 而且簽帳大戶是一路往上創新高 那這兩個籌碼是符合我們正向的 那你看 算是經過一個長期的區間整理 是 33.85到31.6 然後震盪之後 今天 用跳空的方式 而且稍微站穩這個區間上緣 所以這個低點 缺口低點33.5 只要不跌破 然後你在這邊就可以做一個佈局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下 這是短線 我們看一下長線的部分 長線的部分 你會覺得短線當然還有一點空間對不對 可是你要注意哦 你不要過度最高 因為它前面這裡有一個爆 你看這個區間有一個超級大量在這邊 這個六萬多張 是 一個高點卡在這裡35.85 那你這裡看是很標準的底部的成型 WD的成型對不對 所以明天關鍵挑戰這個35.85 35.85 如果的話 站上站穩哦 不可以像我們剛才講的說 又一天又拉回來 要站穩 站穩的話就直接往上 大抵就完成 大抵就確認完成 所以目前我們稍微保留在做 可是至少在這邊 我剛才一個 今天的缺口支撐 當作一個佈局點 你會比較好進出 那另外一檔呢 談到核大對不對 對 很奇怪的特色哦 你不要以為特色大家都全部在跌哦 對 特色大概念果 你看這檔帽連 股價是不是跟核大不太一樣 稍微比較強 稍微比較強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外資在買嘛對不對 但是投信呢 投信好像差不多也在賣啦 所以投信對那個貌連來說 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看外資就好了 所以外資跟投信 對於貌連 還是不太同步 那主要可以歸類就是 投信目前對特色大概念股 他比較保守 因為他賣核大也賣貌連嘛 那外資反而就是看好這個核大 看好這個貌連 為什麼 因為連接線器最近蠻強的 你看像宣德啊 還有這個 這個哪一檔 這個鄭薇也蠻強的 然後優群也都蠻強的 那你可以看 大戶的話 這千張大戶持續在創高啦 所以從外面來說沒有問題啦 所以代表 那你有看他有沒有機器有沒有下過雨 有要下過雨 要跟雲泰一樣啊 那是慢慢開始進入一個甜蜜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長線的部分 長線部分也是一樣哦 短線今天好像收了一根黑K 大廠在漲 好像不夠強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往前對照 剛好來到這個前面 一個量渣區 對量渣區 而且缺口在這邊 缺口高點大概在208.5 所以未來觀察 什麼時候轉強 可以開始做一個積極的買進 就是208.5站上之後 那這樣之後呢 很抱歉 因為在挑戰到這個216的缺口 所以我可以說這檔股票 他會走的比較慢 你不要做過度太多積極的追加 因為上面的壓力 壓力他也是缺口很多 他慢慢 可是他穩穩的 因為看量價累積數 大量壓在這裡 只要短線看196.5 就昨天長紅的低點 不跌破 都已經震盪緩步晚上了 如果大一點的區間的話 量價累積數的低點在192.5這邊 所以大概只要不跌破190 我覺得他會震盪 震盪慢慢往上的去 會只是傾斗 我覺得他會震盪 你不停留在其實 voix的帶一戰 他會震盪 詞 你不停留在這旁邊 他會震盪 可以震盪 你不停留在空派 你不停留在空派 你不停留在空派